We are the champions We are the champions 真的要给教父拍拍手 台积电上半年大赚1584.07亿 排名上市贵公司上半年获利总额第一名 今年全年会比去年要成长 我想大概是十几% 紧追台积电的是郭董领军的鸿海集团 去年营收破4.2兆 2015年上半年赚近560.75亿 台积化则是以258.13亿位居第三名 今年已经我们仍旧内部 以不低于这个目标 作为迈进的目标 一片灿烂我们未来 上市公司角出亮眼成绩 上半年税前盈余达9024亿 年增超过18% 股东赚宝宝 但受到下半年电子业走势趋缓 恐怕连期待的加薪都看不到 钱不分给中低阶员工的时候 长此以往下来 你的所得分配就会越来越不平均 企业赚带卖力的员工薪水却没有调 以证交所公告的高薪指数十大成分股年报资料来看 台积电主管平均年薪酬5000万起跳 鸿汉也有2300万元以上 逛达超过千万都是小员工平均薪酬的10倍到20倍 关键技术的人他其实比管理者要重要 那你到底应该给他比较多钱还是给管理者比较多钱 拼到最后没有加薪还要面临紧急压力 尤其电子业内有库存问题 外有红色供应链紧低 电子业想依赖苹果光和Win10加持 恐怕贡献不大 这次国内电子业的一个库存区化 红色供应链的威胁 至少会持续这个三级 中国这次的股灾 所以对高端的这个苹果的需求 新奇的效应不会像去年那么捧场 下半年能否淡季不淡有待观望 但企业想永续或许别忘了 打拼奋斗的基层劳工 加薪刻不容患 东征才艺新闻综合报导